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6日 星期六 大家好 我們剛剛回到英國 剛剛從維爾紐斯回來 現在香港時間是10點 英國凌晨3點 我們回到英國之後 賺了兩個小時 原本去立陶苑的時候就少了兩個小時 現在回來拿回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是3點了 這次也挺累的 這次的成果也相當不錯 聽完巴巴的朋友應該都知道了 這幾節我們做完回應 我們可能會開始講立陶苑 要再講立陶苑 要再講往後這條國際線怎麼打下去 再講議會 很明顯 這次現在 也是沖著這件事 想告訴大家 大家 慢慢睜大眼睛清楚 最近 最近人們開行推寶 所有國安的 潛在的 夥伴 國安同事 國安的策略 或者可能就算不是同事 那些可能是策略性合作夥伴 大陸其實有一種叫雙幹 雙人的幹部 類似郭文貴 他平時就做生意 當黨有任務的時候就變成了國安 要相干 你又不是李桂華的同事 你又不是個案件 你有參與 或者知道哪個部分 或者你有幫過當中的人 為什麼你們會第一時間 你不是李桂華嘛 李桂華也說是抓到人 拿到一些資料 出來開記招 你們又不是李桂華 又不是國安處 又不是當事人 又沒有份參與的事件 為什麼你們個個飛撲出來 說李桂華說的版本 麻煩你們自己去回答 香港市民 其實很多市民 你們聽到的那些頻道 突然間 他跟李桂華的這個立場是一致的 李桂華也沒有說的 他還要再加料下去 你們有什麼居心 很明顯 人們以往就經常收共產黨錢 我們一看到他們有沒有收共產黨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說的話就是共產黨 所說的話 就是國安 香港 國安說的話 突然間 原來德國 真的有國安同事 還有兩個同事 台灣還有一個 台灣那個 年紀很大了 我想也是半退的狀態 不過這次出來粉脈登場 再做 再做 我們先多謝 我們先多謝 不需要幫我們說說話 說公道說話 我已經多謝你了 我們知道有很多 同業 大家都是網上 時事評論員 有很多人說公道說話的願意 我們要多謝他 包括 黃岸賢 黃岸賢 還有 白兵 桑普 我們特別明謝他們說公道說話 不要偏幫我們說話 因為你也不應該偏幫我們說話 因為你一定是不知情的 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白兵 我跟他見過一遍 在香港 當時我們走之前 走前幾個月安排 見過一遍 岸八就在示威現場 見過一兩次 不要再說了 他在示威現場拍照 其實桑普我沒有見過面 很多大家 知道大家是同業 大家也沒有見過面 多謝啤梨 也是說公道說話 啤梨我們以前跟他有些過節 主要是因為黃毓民的關係 我跟他私人沒有過節 私人我們那時候也很朋友 不過因為 大家對黃毓民的立場 就變成反了面 我們要跟大家 說回這件事 你討厭我們 說我們是非 我們是容許的 也不能制止 最多反駁你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個位 你真的跟國安的立場一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是很有問題 我會有你而為 你真的是國安的同事 拜託你自己想辦法去澄清 國安同事 我們會看到 留言很踴躍 有些人說 你還不回香港面對 你叫李桂華過來英國面對我 對博公堂 那些是藍絲來的 我們從來 其實我們沒有問題 對於藍絲的立場 我們反而沒有問題 因為你不會 站過來我們身邊裝自己人 我們一起打仗的時候 最忌諱 為甚麼我們當年 2010年開始批評民主黨 我們批評了12年 沒有停過的 當然 2010年我們還沒有開麥克風 但是為甚麼我們批評民主黨 因為當年 五區公投的時候 他就站在對監 大家一起打仗 我們打算打仗 原來你後面捅我們兩刀 打甚麼仗呢 現在也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就是一樣 我們打算打仗 怎麽知道有一大群人告訴我們 他們都是自己呀 他們是親主 這次真的是好事來的 我告訴大家 你真是睜大眼看清楚 哪些人你說 可以是 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照擾鏡 我不是說團結兩個字 團結來做甚麼 團結是對抗嘛 團結不是說要賺錢嘛 團結是在做甚麼 就是香港人 做幫香港的事 你香港人是有個身份在的嘛 雖然我不是說我們代表甚麼 但如果你的團結不是用來對抗的 你用甚麼團結呢 你說團結賺錢嗎 團結去做甚麼 團結投貢 這件事一直都沒有錢賺的啦 老實說 花錢是有的 哪有錢賺的 你叫我們去跟他們團結 為甚麼你不看大眼看這些人在做甚麼 你不叫李桂華跟他們團結 現在李桂華跟他們團結 李桂華就跟他們團結了 李桂華就跟他們團結了 李桂華就搶了KOL的角色 李桂華變成了反升旗而得道大聯盟的民主 其他就全部都做了 都做了堂主 打電話去德國做節目 一起做嘛 其實李桂華比較英俊 替他戴了口罩 相比起端正的 我不想對他太友善了 他端正了很多人 那個外貌 我們其實 很多東西要分析 這一節要說的話 主要就是 究竟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你看到網上 當然有很多支持我們的朋友 但是你看到他們 我們出來抹黑我們那幫人 他們說的話 竟然你還敢告訴別人 你是支持香港民主 或者你是站在香港那邊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一次真的是一面照妖鏡 照到哪些是人 哪些是妖 他們還在想那些 很無謂的 還在想要課金 不好意思啊 本台是 叫得最大聲 叫人不要中籌的人來的 直播也叫大家不要入錢 大家不要付 因為不值得付 所以我們的聽眾 全部都是證人 你有1萬個聽眾 你就有1萬個證人 4萬個就有4萬個證人 我們的證人是多於全世界的 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很肯定 黃色經濟圈是由我們本台提出來的 當時是2019年的11月 因為我們提出的黃色經濟圈 不是那些叫賣贖罪券那些 72人賣一串魚蛋那些 什麼831、721 賣碗糖水 賣一串魚蛋 類似這些 這些不是經濟來的 這些純粹是找笨賊 這些跟成人血脈頭沒有分別的 經濟圈就麻煩你正正經去做生意 就是你帶商團 去做生意 去當地 舉例 例如你 過立桃園 你真的去做生意 或是你來英國 你是要做正經生意 你是要跟別人有競爭力的 你不是純粹 賺支持者的錢 例如你做的那個店鋪 是英國做的 你有英國人來買東西 正常價格是有競爭能力的 這就叫做生意了 不然那些是賣贖罪券 如果說得難聽 那些是吃人血饅頭 很多人真的 沒試過原來做社運是有生意的 忽然之間覺得很容易賺錢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覺得 你入月費給我們 當作聽我們的節目 我們一天有十幾支節目 你如果一個月有200元的月費給我們 其實也很少人入月費 所以我其實知道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再說一次的邏輯 你說我們拿曾志健去籌款 其實很簡單 一定沒有發生過 因為如果我要眾籌 我一定是對著麥克風說 曾志健在幫他 好像綁匪一樣 在我手上交線 一定是說的 如果你不提他 你怎麼說我用他來忠籌 那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發生不了的 我們做的事正正是相反的 我們為甚麼這麼生氣的原因就是 你說一些不說一些 現在只是相反 還會有一堆人 為了攻擊 或是叫現刑 或是用現刑 他們可以硬到相反的 其實這是共產黨來的 真是共產黨的手法來的 為甚麼呢 你明明不是 他們就說你是這件事 如果你說眾籌 我們是敢說的唯一一個不眾籌 為甚麼呢 眾籌有一個字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侮辱了祖宗 眾字是甚麼是眾籌 眾籌是甚麼是眾籌 眾籌是甚麼是眾籌 眾籌一定是說的是眾籌 眾籌是眾人 眾籌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 每人不是很多錢 集約成為錢 每人給5、10元 希望有1萬人資 5萬人資 10萬人資 每人給1萬人資 每人給1萬人資 每人給10萬人資 這樣才會眾籌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是怎麼眾籌呢 又沒有叫過 又沒有呼籲過 又沒有人知道 都眾籌得多好東西 這樣也會說得出的 也會有些人衝過去跟著來講 還有一些智力 其實我不是質疑的智力 是有心抹黑的 他們說我們很窮 我們沒有錢 去加入Patreon Patreon 5元都可以的 你就算加入了Patreon 一定會有些臥底放進來的 你有沒有在裡面找到任何關於眾籌的東西呢 其實這件事我反而覺得有一點對我們Patreon 幾乎是公開的 Patreon 幾乎是我們有甚麼Patreon 有甚麼的 不是幾乎是99.99 我們可能有10條8條片 只有Patreon 有其他沒有的 可能是財經一兩條 可能之前的節目不方便在YouTube 但是有個問題 剛才有個網友也是做YouTube的 他說他最近有些影片放進去私人 會員頻道也被人Bank了 所以 不是私人 都安全的 也會Bank了 疫苗 打針那些很危險 他一直都說會Bank那些 我們再說說 眾籌這件事 當然是一直都是抹黑的 你們都是抹黑的 他們都是抹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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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沒有資格說的就是 其他 那些那些 那些那個計垃圖那麼大cel的 你永遠在Patreon上面貼到戶口 那些還有好意思去推介人家 你知不知道是廉恥 銀行戶口 下面是Patreon 下面還有Patreon 下面還有甚麼招清 基本上 沿沿沿沿的 沿沿沿的那些人是 真的疼不知恥 自己每天叫人給他錢 補充 再說這個話題 我們很小心 我們本來都很小心 你們不要再跟我們說會害到人那句 第一 關於香港的部分 我們不會再說 我們自己在說的東西 是關於我們自己的事 我們不介意說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人 沒錯 我們是當事人嘛 我們不會再說香港的部分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說的東西 全部是不會有人受牽連的東西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